海贤法司光碟里头提到一桩事情 有一天老法司烧香 烧了十二支香 一个香炉里头 插着长香 插了十二支 啊 有人问他 平常烧香只烧一支 为什么今天烧这么多 他说天机不够泄露 问他的人是 我不泄露 你就告诉我一个人 我不泄露 过来一会儿老人说了 我看到四面八方 统统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是要这么做 为什么老和尚看到 四面八方都沙弥陀佛 老和尚念佛的功夫 准了 没有咋念了 才看到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 一切法 妖魔鬼怪 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 我们心里头自私自利 坦诚之马 都是从念头 变现出来的 念头有极其威胁的念头 那叫根本无面 我们不知道 那个念头 能生万法 那我们的善悟邪陀的念头 可以把自信所献的万物 把它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成十法界 要知道十法界是假的 决定没有 六道轮回不是人 是我们念头 变现出来的 善念 变三善道 我念 变三我道 三善道 三我道 都是自作自受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